第2251集 晋升天军之前的准备 终 方寒在催动之间 同时指这片宇宙中 一些星球大小的阵图说 这些阵图的根本无法催动 另外 还有宇宙深处 一座座星域 未面大小的阵图 那已经是他不能够观看得了的 普通皇者观看一眼 就要脑袋爆炸 接受不了那么庞大的信息 他虽然能够勉强观看 但也无力去推算 更别说是运用 尽管如此 千座阵图全部催动 妙用无穷 无数加持之光降落到所有的人身体上 就算是修为最低级的金仙弟子 都龙惊虎猛 堪比圣人 提升了数个境界 因为这些神阵中 还有悟道神游大阵 让低境界的弟子 感受到比自己高出数个境界的力量 但感悟 好使得弟子更好地修炼 鸿蒙殿非同小苦 方寒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如此神妙的法宝 甚至圣品掀器都比不上 天庭都没有如此多的神秘 鸿蒙道人亲手锻造的神殿 就算是天军都要惊叹 惊酒不吃吃罚酒 方寒 那你们就死吧 外面的皇府彼岸 这位无上天军彻底暴怒 双手一合 你团团的黑洞中喷射出了更为强烈的 更为浓烈的彼岸真火 与此同时 你道道的天军本源轰击而出 对着鸿蒙进行激烈 天资至尊乾坤功 君临天下 同赦万方 珠宝贵远 他企图把整个鸿蒙殿都祭练 但就在这时候 鸿蒙殿之中 一个巨大的人影冲了出来 身穿铠甲 显现出了天神一般的威严 正是身穿了鸿蒙湛海的方寒 他自身的元气和鸿蒙殿合二为一 举丑投足间 暂时真正有了天军的威力 皇甫彼岸 你以为你真的能够祭练鸿蒙殿了 刺不量力 你虽然是天军 但也是死路一条 方寒升腾起来 一拳打出 立刻 所有元气全部稳定 鸿蒙之气更加弥漫 一道道的升腾起来 化为了鸿蒙道人的虚影 不是天军 都是蝼蚁 皇甫彼岸大踏步在虚空中行走 五指张开 指尖发出了神舟形状的钢气 撞击到达哪里 哪里的鸿蒙之气就化为 天空大地海洋山川河流星球 在不断地开天辟地 连续数百次的撞击 方寒身体上的鸿蒙 战海就开始破裂了 皇甫彼岸招招陈雄 真正展现出了天军的威能来 每一气都使得天穷崩塌山河再造 乾坤扭曲日月沉沦 方寒就算是依仗了鸿蒙殿的力量 都只能够抗衡 不能够战胜 不过越是战斗 方寒心中越是畅快 越是感觉到天军境界的厉害 和皇者至先 虽然就是一个境界的差距 但却是蝼蚁和神龙的区别 不过依仗了鸿蒙殿 他可以和天军分庭抗议 不像以前 一击就溃败 这是巨大的进步 和天军的战斗每一次交手 他都可以得到巨大的经验和信息 在体内推算演化 化为晋升天军之道的积蓄 皇甫彼岸是怒火中烧 越打越心惊啊 越打越是觉得 自己根本就奈何不了在鸿蒙殿中的方寒 他几乎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方寒这个怪胎越打越厉害 呼吸之间 有一种脱离天地的味道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击天军的境界 这小子太过厉害 这小子太过厉害 今生天军的把握很大 传闻之中 鸿蒙密藏之中 宝物非常的多 更有许多神丹 要是让直接冲击天军 那我也要陷入危险的境地 此时此刻 皇甫彼岸已经产生了退役 不过他的尊严 却使得不能够退 要死死战斗 毕竟一位天军追杀 一位没有晋升天军的蝼蚁 居然不成功 还想灰溜溜地逃走 喘出去会羞愧死人的 在天军中抬不起头来 这皇甫彼岸 估计是想走了 知道奈何不了我 但是尊严却使得死死撑着 我现在 也不愿意和此人过多纠缠 不如催动鸿蒙殿顿走 然后到达中州 把羽皇 还要把所有的门人都接过来 一起进入鸿蒙殿修炼 然后四季打开丹季 方寒现在觉得 鸿蒙殿是一个很好的山门 存身之所在 起码在里面修行 不怕被天军袭击 皇甫彼岸 我就不在这和你战斗了 先走一步了 等我将来进程到达无上天军 再来杀你 你洗干净脖子 等着我来杀吧 说话 方寒身去一下沉到鸿蒙殿内部 然后催动一门鸿蒙幻天秘术 虚空突然水波一般的变得虚幻起来 然后消失了 无影无踪 皇甫彼岸一拳把水波式的幻影打破 所有的法力波动都归于寂静 再也看不到任何鸿蒙之气 和鸿蒙大殿的影子 他连续推算 大手在虚空中抓出亿万的平行空间 巨大卫面 神念延伸到四面八方 都无法寻找到任何鸿蒙之气的意念 这是鸿蒙幻天术 天军都无法追踪上 可恶 皇甫彼岸这位矿石天军 静静地站在空中 怒火中烧 却发不出来 该死 此次千里无穷 将来是一个大敌 得到了鸿蒙殿 更是如虎天意 一旦晋升到达天军 不行 他现在肯定是去上古丹界之所在 进入其中 然后得到其中的造化神丹 那就有时辰的机会 晋升到达无上天军了 不成 不能够让他进入上古丹界 我得多联系几位天军好友 守护上古丹界的门户 或者趁着机会 我们也可以进入丹界之中 越想越觉得事情紧迫 皇甫彼岸顺息见 就消失不见 第2252级 晋升天军之前的准备 下 本来 他还想返回天界十万大洲 把羽化门中州古城给灭了泄愤 但是转念一下 招呼天军朋友 守护上古丹界门户 趁机进入其中才是正道 其余楼一般的东西随时可以灭掉 鸿蒙殿 在一处寂静无人的虚空中停留下来 立刻就把一片未面转化为了鸿蒙之气的天地未开状态 方寒端坐大殿中央 头顶上一道道气流旋转着 化为了许多场景 无数纪元在其中酝酿 他突然一下睁开了眼睛 这次和天军交手 我收益良多 皇甫彼岸我是不能够击败的 甚至连伤他都不可能 天军毕竟是天军 当务之急 玲珑 我们先去中州纪元门 把所有的人接入鸿蒙殿 然后用我的上古丹界 刹那之池进入丹界中 寻找造化神丹 那样 你也有可能晋伤为无上天军 当然了 你最好是召唤风白雨 弥宝 方清雪一起前来 进入丹界 好处大家一起分享 这次上古丹界之行 我感觉 就是我晋升天军的时候到 上古丹界 你居然有钥匙 这是天大的奇运 如果能够拥有一枚 沉睡的造化神丹 我也就可以差不多 真正冲击天军 七八成把握 玲珑仙尊听见方寒的话沉思了一会儿 脸上显现出甜甜的笑了 方寒并不说话 手掌一翻 刹那之池就在自己手上不停地跳跃震荡着 似乎是要脱手飞出去 打开一个重要的门户 滚滚单界元气从其中弥漫出来 紫气东来 到处都显现出一种生命的气息 经过了这一番的参悟 方寒对于刹那之池的领悟似乎到达了骨髓里 刹那之池是一件损坏的神器 其中破损严重 一旦恢复 恐怕可以媲美圣品仙气了 不过这也不妨碍利用这枚钥匙打开单界的门户 而且现在 他对于刹那之池的领悟 足够一开始修复里面的残破大阵 当然 这也需要造化神器的残片 哪里还有造化神器残片 唉 希望我汹汹达到天军大位之后 可以寻找到更多的造化神器残片 铸造更多的发毛 三日三天质宝破碎之后 星球大小的残片 起码要千百块 甚至还都不止 全部聚集齐了 足可以使得我晋升到达天军的巅峰吧 方寒沉吟着 他对于天军之后的境界也非常的像 先王 他也想修炼到 甚至要达到无数个机缘中 谁都没有可能达到的永生之道 那好 我们就速速去中州 接受机缘门另外的弟子 会合之后 前往上古单界 玲珑也开始催动整个鸿蒙殿的阵法 缓天密术 方寒一口气喷射在殿堂中的阵图上 随后大殿缩小再度缩小 最后从庞大天庭一般的大小物质 居然化为了尘埃一般 这片天和那片天相互交换 不一会儿就看到天庭十万大招浩瀚 而广阔无穷的土地 中州古城禁法闪烁 漆黑色的无华之力在沸腾着 所有禁法都彻底开启了 宇皇站立在裁绝殿中 仰望着天空 许多皇者都站立在他周围 宣元世家的家主 宣元逐鹿 虚家家主 南宫世家的家主 还有南宫伤心的人 都在观察天空中的变化 虽然皇府彼岸已经离去 但是他们仍旧不敢放开禁法 万一皇府彼岸在遥远的空中 随意弹指下 没有禁法 这中州古城立刻都会沉沦到达地底 成为积分 宇皇 形势危急啊 想不到天军居然真正对我们出手 不顾尊严 也不知道现在方寒怎么样了 南宫伤心道 是啊 这禁海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元气 而且无华之力支撑不了多久 万一开启过后消失 就永远的消失 再也无法开启了 那个时候 我们就赤裸裸地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赤海摩尊这个时候也神色凝重 他虽然凶横 但是面对了皇府彼岸这种天军 仍旧是心惊胆战 不错 失去了禁法 我们就等于没有了防御 天军随意一个弹指下来 我们就要损失惨重啊 轩辕逐鹿忑忑不安道 这禁法迟早要消失 不过我相信 方寒很快就会回来 羽皇淡淡地说 看向虚空 就在说话之间 突然 整个中朝古城的无华之力 突然暗淡了下去 禁法居然一下子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感到心中发寒 几乎是有一种 被剥光了衣服的味道 要逃跑吗 逃跑 跑到哪里去 这个天界处处都是妖兽 再说了 你看羽皇那么镇定自如 肯定是有办法 也许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禁法消失得刹那 整个纪元们的弟子 开始骚乱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安静 镇定了下来 显现出良好的素质 和高深的契合度来 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羽皇看着消失的禁法 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是脸上显现出了 欢喜的神色来 不错 我回来了 皇甫彼岸已经被我击退了 方寒的声音 从天空中传递下来 随后众人都看到 一股鸿蒙之气垂落下来 凝聚成了一个 比吴华之力要兼顾百倍的禁法天幕 全部遮盖了中州古城 随后 这座古城从很深的地底 一下大地板块断裂 整个古城被连根拔起 然后飞向了空中 完全包裹在鸿蒙之气中 第2253集 鸿蒙殿 这是 几位无上大教的教主 赤海魔尊甚至羽皇都震惊起来 鸿蒙之气 这到底是什么 就在这时候 在鸿蒙之气中 显现出来方寒的身体 越发高大 居然和先前的皇甫彼岸不相上下 众人都感觉到了 方寒真正有登天之字 诸位 我已经和下界飞升的鸿蒙盗人弟子 玲珑仙尊取得联系了 这次的驾驭鸿蒙殿 助我击退皇甫彼岸的击杀 这次我来寻找你们 是为了把你们都接引进鸿蒙殿中的 从此之后 我们纪元门就多了一个稳固的山门 天君也不可能破开 什么 鸿蒙殿 羽皇先是一惊 然后脸上显现出狂喜的神色来 鸿蒙盗人亲手打造的殿堂 可以媲美天庭的存在 这下 纪元门大兴 我等都可以在结束之中 脱颖而出了 天地旋转 所有的人都看到 中州古城淹没在鸿蒙之气中 而自己却来到一座殿堂之中 殿堂之外 是绵延不知道多少个位面的公式 和天庭的结构相似 其中可以居住亿万兆 横河杀术一般的修士 对了 赤鸢魔尊 心魔老人 仁皇比这三位 飞升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跟你们在一起吗 看见了赤海魔尊 方寒突然想到赤鸢魔尊等人 这三位 都是太古巨波 陨落之后重生的存在 一旦恢复力量不可限量 尤其是仁皇比 在很久之前 是玄皇大世界仁皇的兵器 仁皇是天君修为 鸿蒙道人的亲传弟子 这三位如果飞升到达天界 肯定修为火箭一般的飙升 可惜三人现在都消失无踪了 玲珑仙尊皱着眉 他们在鸿蒙殿中 也修行了很长时间 各自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之后 就离开了 说是要寻找一些东西 我估计他们是各自寻找 自己以前失落的东西 赤鸢魔尊 在很早之前是天君修为 人皇比不用说 西魔老人的身份 也十分的神秘 我怀疑他曾经是原始魔尊 原始祖魔坐下的 西魔天君转世 如果这三人在鸿蒙殿中 那恐怕我们的实力 会更加增添一番 无妨 我晋升到达天君 道行提升了无数倍 自然可以推算出他们的所在 和他们相见 一起图谋大事 方寒看了一眼羽黄 看了中州纪元门的所有人一眼 他把手一扬 顿时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静静地看着他的手掌 他的手掌就代表着绝对的权利 诸位 我开创纪元之道 隔顶羽化之门 消除化天君之残留血脉 既往开来创立纪元门 就是为了使得诸位 度过这一纪元的天地破灭大劫 从此之后 人人都要辛苦修持 以自身元气和鸿蒙殿香结合 领悟鸿蒙纪元之道 羽黄师兄 你总管全局 配合玲珑先尊 让我在世俗里的纪元门弟子 和天界纪元门弟子 相互融合 亲密无见 好的 师弟 羽黄走上来 担长竖离 玲珑先尊的目光 逐一在羽黄赤海摩尊 等人身上扫过 暗暗点头 这天界纪元门的实力 也非同小可 加入鸿蒙殿中 各自修行 凝聚成一股 对准本命阵图 呼吸吐纳 越发可以催动 鸿蒙殿的威力 现在我们这些人加起来 应该可以催动 接近两千张阵图的威力了吧 鸿蒙殿 修行的人越多 高手越多 联合起来 催动的阵图也就越多 尤其是皇者级别的高手 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不过 就算是亿万皇者 也比不上一位天君 只有天君主持鸿蒙殿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主宰 一个又一个的皇者 被安顿了下去 在鸿蒙殿中修行着 玉皇和玲珑先尊 发号施令各就各位 每一个弟子 每一个长老 每一尊高手巨头 都得到了相应的修行位置 和鸿蒙殿 振徒的一部分相互吞吐 把自身融入鸿蒙之器中 开始修行参悟 同时为催动鸿蒙殿 提供力量 师弟 现在整个鸿蒙殿中 纪元门一共有天地同寿的皇者 两百三十二位 一般的智仙皇者 一千四百六十四位 圣人上万名 元仙祖先数以十万 金仙弟子数百万 清点了一下数 玉皇对着方寒说 心中也是暗暗惊讶 同时忍不住心中赞叹 这鸿蒙殿 真是巧夺天工啊 鸿蒙道人不愧是上古造化仙王都忌惮的无上强者 每一个弟子在修行催动鸿蒙殿阵图的同时 都是一种悟道 对于自身道行 修为都有巨大进步 相互共鸣 洗刷身躯之中的杂志 如果这样修行下去 一尊天仙级别的小人物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晋升到达圣任 甚至是突破智仙皇者的境界 假以时日 我们纪元门的皇者还要更多 会超越天庭 真理圣地 启元王朝 等等天界各大势力 成为诸天第一 有了鸿蒙殿的根基 宇皇这才真正地相信 即元门突飞猛进 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成为天界的一大势力 成为天界第一的势力 恐怕不可能啊 毕竟天界真理圣地 启元王朝的一些势力 从开天批地就开始积累 咱们不可能比拟 第2254纪 榜单再变 那也不一定 宇皇身上的一个女子说话 一个鸿蒙殿 不足以使得我们 成为天界第一大势力 但是再加上一个上古单界 却不好说了 而且这还不足的话 那再加上一个远古圣堂呢 玄古圣堂 玲珑先尊也是目光一闪 看了宇皇好一阵子 再看着宇皇身上的 发出声音的女子本体 是一口十二对羽翼的长剑 不由得说 圣堂之剑 信仰圣经 原来宇皇你是远古圣堂的继承者 好 很好 远古圣堂是另外一个天庭 得到了这圣堂 我们等于是又多了一件 类似鸿蒙殿的超级神器 只要自身能力提升上去了 天界第一的势力 非我们莫属 等我晋升到达天军 再去寻找远古圣堂 现在我们去上古丹界 方寒看见一切准备妥当了 站立在鸿蒙殿的正中央 大手一抓 五指间击射出滚滚元气来 催动了阵图 鸿蒙殿中的幻天秘书再次催动 彻彻底底消失在天界尘埃之中 整个中州古城突然消失了 元气使得天庭十万大周波动 不一会儿在天庭最高的地方 许许多多攻打天庭的大军 异界高手 神族天军都把神念投射到达这里 惊异地发现 纪元门已经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再也没有元气存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然不见了 整个中州古城都不见了 消失得这么干干净净 难道是天军出手了 可是就算是天军出手 我也能够知道一些 刚刚皇府彼岸攻打中州 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却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站在空中的苗梨天军 也忍不住有一些困惑 皇府彼岸对付中州羽化门 他也是看到了 同时也看到皇府彼岸追杀方寒 消失在天界尽头 他并没出手 要两天尊去对付一个 没有晋升天军的蝼蚁 任何天军都做不出来 但是现在看来 恐怕皇府彼岸 并没有把方寒给收拾掉 反而让是方寒把整个羽化门 都直接带走 脱离了天亭十万大州路 许许多多的神念 在虚空中渗透 延伸出去 企图抓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惜的是 鸿蒙殿换天秘术十分诡秘 根本不可能让天军抓到趋向 鸿蒙殿之中 也不缺乏元气 六条天脉 比起天庭的元气 要足足多出六倍来 甚至那天脉被鸿蒙道人 计量过 融入鸿蒙之真地 使得整个鸿蒙殿飞行起来 一片朦胧 掩饰天机 当初连造化仙王 都推算不到具体的位置 鸿蒙殿消失 围攻天庭的许多至高存在 也无法知道去了哪里 不过进攻天庭还得继续 苦的是 天界十万大洲 亿万无上大教 一个个大教道统都被毁灭了 许许多多的修士 都做了神族 蛮族 异界 甚至是兽族的奴隶 战火还在不停地向外延伸着 那些异度虚空中的散修也被波及了 除了天庭十万大洲之外 其余的地方 还有无比庞大的散修势力 比如天界这种 赫赫有名的红气楼 天地联盟这些商会 就是一些高明的散修布置的 现在却几乎是全灭 天界的人类修士 除了三大无上势力 天庭真理圣地起源王朝之外 还有无数的散修势力 分布在一些蛮荒之地 或是神秘的空间中 千百亿万兆的卫面 各种修士横河杀术一般的多 比如放寒以前看到的 驼神卫面 就是一个人类修士的卫面 不过荒芜了而已 像这样的卫面 天界不知道有多少 真理圣地 依旧是天君后补殿堂之中 上面的榜单在不断地变化 看得许许多多的古皇都目瞪口呆 真理圣地的高手如此之多 亿万天才 古皇如雨 但是天主即位的高手 就那么几个 以刘光天主 谢刘光为尊 曾经在天君后补榜单上 排名第二 用极大资格晋升为天君的人物 但是现在 天君后补榜单上 这尊高手已经远远排在后面了 许多古皇都是心惊肉跳 万阳天主的名字 在榜单上消失了 他彻底陨落了 还有 无形天主 神卫天主 破坏天主 黑刹天主 静月天主 他们的名字全部消失了 我们真理圣地 十大天主全部陨落 一尊真理圣地的古皇 歇斯底里的狂叫下来 简直是要发疯 十大天主 都有希望建商为天君的存在啊 全部陨落 是我们真理圣地 不能够承受的损失 难以承受之痛 因为古皇在吐血 谁 谁杀了他们 立刻通知流光天主 不能够再等待了 查 彻底地查清楚 到底是谁杀了我们真理圣地的人 必定要让他们碎石万段 是华天都 那个叫做华天都的人 天君后补榜单上排名第一的强者 似乎是在元神殿之中 守护外扬天主等人本命灯灵的人 隐隐约约听见了那本命灯灵在熄灭之前 传达出来了这三个声音 一位古皇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你们看 这天君后补榜单又发生了变化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 居然出现在榜单之上 第一名依旧是华天都 但是第二名 却是被一个叫做玲珑的人占据了 第三名也不再是一心 而是一个叫做赤渊的人 第四名是心魔 第五名叫做人黄笔 第六名叫做风白雨 第七名叫做弥宝 第八名才轮到一心 我们的流光天主居然到达了第九 差点被挤出前十 许多的真理圣地古皇 突然再次此起彼伏地吼叫下来 因为天君后补榜单上 不停地在发生着变化 原本是赫赫威名 突然排名第一的一心 居然被挤到了第八位 这谁都受不了 那些突如其来的高手 到底是什么人 突然之间 强大的气息降临了 整个天君后补殿堂中 两个人影出现了 其中一个人影 正是得到天君之手的谢刘光 而另外一个 是一个柔弱的少年 梁少空空 没有任何兵器 脸色微微发白 整个一个小白脸 但是所有的古皇 看到这个柔弱的少年小白脸 都是大吃一惊 甚至有一些修为浅薄的古皇 都结巴起来 一心 来人居然是曾经 雄霸了天君后补榜单上 第一名上亿年之久的老古董 一心 一心这个老古董的小白脸 并没理会 而是静止看向了天君后补榜单上 脸上却没有生气的样子 而是显现出了玩味的笑 刘光 你看我们两人的排名 居然被瞬间就挤到了后面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高手啊 你可知道 一心慢条思理的问道 谢刘光眼中杀气腾腾 那华天都 传闻是华天君的转世 至于其他突然冒出来的人 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我们这次损失太重 天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已经把这些事情 都禀报给了我们的 真理圣地的天君 无日死亡天君 道德天君 扶生天君 义天君 就要去天庭质问此事 甚至把天庭毁灭 斩杀灾难 永恒 混沌 杀戮 雷帝武打天君 彻底地把天庭毁灭就是了 至于华天都 还有这些在榜上的人 也全部都要死 一个都不能留下来 你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 我确实知道 一星依旧是笑着 那玲珑是鸿蒙道人的传人 已经继承了鸿蒙殿 等于是第二个天庭 那赤渊 是上古赤渊魔尊的一丝 元凌转世 上一世是极其强横的天君 新魔则是在原始魔宗的 新魔天君 仁皇笔是当年士祖之中 天君仁皇的武器 至于后面的风白雨 他的体内封印过终结圣王 弥宝 则是起源先王的传人 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厉害 都不是善类 当然 华天都其实并不是第一 第一的可能是一个 叫做方寒的人 或者是一个叫做方清雪的人 一心唯唯到来 如数家珍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强横 天君之路 气运笼罩 有了这些人 我们要向天夺命 有这些人在前面 恐怕会非常艰难 谢刘光眉头大皱 一心的脸上笑容始终不变 无妨 我会一一扫平障碍 把这些人一一斩杀 成为我的踏脚石 我要为无上天君之道路 彻底扫平所有障碍 这天君后补榜单的排名算不上什么 有很多神秘人物 比如启元王朝的高手都没有在榜单上 隐藏自己的命运 不算什么 说话之间 众人就惊讶地看到 一心的名字突然闪烁了两下 急速跳跃着 似乎要冲到第一去 但是在冲到第五名的时候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彻彻底底地隐藏了起来 天玄地黄 宇宙荣光 天君之道 万劫不魔 一片宝石一般的晶莹世界之中 华天都端坐在其中 闭目盘膝 似乎是在修炼一门绝世神道 神区不停地震荡 散发出古老而神秘的力量 可恶 方寒 难道你是我的克星 华天都一连把自身法力运转了无数遍 这才开始缓缓地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肠气来 天地都在他的吞吐中 这一睁开眼睛 立刻脸上就显现出了猙獰的神色来 对于方寒 他是痛恨到了极点 几乎是恨不能吃其肉 啃其皮 在世俗中 他就被方寒压制得死死的 好不容易飞升达到天界 得到华天君的身躯 一直被炼化 最后成功地和自己融合 还得到传说中的天葬之关 可惜的是 还是被方寒压迫住 交手一次 连刹那之池都失去了 这等于是断绝了他通向天君的一条道路 要知道 他现在虽然融合了华天君的身体 但是自身的灵魂 远远没有达到天君的境界 不能够彻底驾驭肉身 要不然也不会被方寒打得那么惨 如果能够偷偷摸摸地进入丹界 他的修为就会达到天君之境 斩杀方寒如斩杀一只鸡一般 但是现在 方寒进入善古丹界这种 修成天君 杀他同样是杀鸡一般的简单 天葬之关我根本不能够运用 这座棺材就算是华天君都不能够运用 我修炼到达天君境界 凭借两世的经验 说不定可以参悟一二 要是真正参悟透了这天葬之关的奥秘 埋葬诸天 别说方寒 就算是任何一尊天君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直追献王 华天渡恶狠狠的眼光 四面扫射恶狼似的 身下出现了一座棺材 珠红色的 其中漆黑沉沉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其中流淌 这棺材天葬之关 旷世神器 可惜的是比鸿蒙殿还难以催动 里面隐藏的秘密太多了 不过 凭借这口棺材 华天都躲藏进入其中 就算是天君都不能够把他杀死 华天都啊华天都 许多异界的高手 掠夺他们的记忆 就知道方寒的壮举 在天庭之中把太一门的长教 皇府世家的长教都杀了 西皇审判之枪 灾难天君的儿子 甚至还有天庭神域全部都被方寒捣毁 天庭也束手无策 是吗 天庭可不是束手无策 还是诸位天君在计练三十三天至宝 一旦击练成功 就算这方寒修成天君也无济于事 当然 方寒厉害也是真厉害 你华天都是华天君的转世 不也是败在了方寒的手中 甚至连上古丹界的钥匙 都被他给夺走了 孟少白始终微笑着 华天都双目立刻杀鸡大气 什么 我和方寒争斗你是如何知道的 说 不然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死无葬身之地 孟少白也是一声冷哼 身体中一尊庞大的虚影生腾起来 居然是一尊昆鹏的形体 这昆鹏吞吐日月 遮天蔽日 稍微一息 一个个的外面都简直在动摇 要被这昆鹏一口吞下 这是 造化先王麾下 万寿园之中最为强横的神兽之主 昆鹏上皇的尸骸 你居然都炼化了此物 当年昆鹏上皇亵渎造化 逃入凡间 却仍旧逃脱不过惩罚 被造化先王击毙 尸体被收了上来 储存在宝库之中 华天都神色动了动 缓慢地说 不错 昆鹏上皇的尸体被我给炼化了 是沙鹿天军亲自为我灌顶 同时传了我十九道沙鹿大树的真谛 而混沌 永恒 灾难 三大天军 同时也为我灌顶 传授了各种妙法 使得我脱胎换骨 你想杀我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再说了 我这次是遵从天军的旨意 和你联手一起对付方寒 你也是天庭的天军之一 孟少白镇定自若 不过他的眼睛却微微地注意着 华天都身下那座巨大的天葬之官 华天都目光阴冷 我是天庭的天军之一不错 不过这已经不是造化先王的时代了 天庭的诸多天军 也想我的这尊天葬之官吧 你以为我会和他们与虎谋皮 反正我就严禁于此了 孟少白此时已经知道了 自己无法说动化天都 突然一个闪烁 整个身体就消失不见了 而他所在的地方 已是大手狠狠地震压下来 却击打了个空 竟然是华天都对他出手了 幸亏他激紧 立刻就逃走 否则就要遭到毒手 可恶 逃得倒是挺快 华天都一击没有成功 也不去追赶 空中传来孟少白的声 华天都 你果然恶毒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方寒正在前往上古担进 一旦他进入其中修成天军 咱们就都得死 另外 皇甫彼岸已经勾结了 几位天军强者 前去上古担戒守护了 看到方寒就杀了 你过去 也许会有一丝的机会 孟少白 算你跑得快 要不然就凭借你那一点点本事 我把你捏死一如反掌 没有用的东西和我相提并论 只靠天军 给你灌输功力的废物 永远也无法窥视真正的天军之道 华天都大袖一挥 把这声音给震碎了 说话间 他和坐下的天葬之官 也消失不见了 似乎是真正地前往了上古担戒 第2257集 前往丹界下 孟少白此时站立在另外一片虚空中 脸色愤怒 不过随后他就冷静了下来 显现出滔天的杀意来 他知道 自己现在虽然强横 但却不是华天都的对手 华天都 你就让我愤怒吧 我的愤怒会转化为杀意 愤怒越大 杀意就越大 我会突破杀刀 这次丹界风雨 我会把握到机会 晋升为真正的天军 方寒在用丹界知识 打开丹界门户的时候 丹界门户就会出现漏洞 很多人都会进入其中 我也能够进入 到时候 丹界之中沉睡的造化神丹 我只要得到一枚 一枚 就可以晋升为无上天军了 当然 沉睡的丹界之主 价值最为巨大 我的目标 就是这丹界之主的躯体 一旦得到 什么华天都 什么方寒 统统给我死 我死 蒙少白的愤怒火焰烧破了天空 转眼之间 他就消失不见了 鸿蒙殿 此刻方寒可谓是真正的圆满 世俗中的势力 还有现在的势力 都挤挤一汤 整个纪元门势力膨胀 日新月异 鸿蒙殿之中 天脉元气充足 每一个弟子都能够很快晋升 而且鸿蒙殿中地域极大 甚至包含一些小世界 其中豢扬有魔兽 妖兽等等 以工弟子磨练的地方 鸿蒙殿这种 时间也已经加速了 外面一个时辰 里面就是万年 方寒在前往 善谷丹界门户的路上 不停地参务修炼着 把一身法力推算到达了极致 纪元神镇一遍遍地运转圆满 以前吞噬的种种法宝 古皇 全部都重新凝聚了出来 又打散 又凝聚 同时催动小宿命树 一遍遍地运转自身 洗刷着自身 这一阵的激烈 方寒的身躯 越发有一种超脱天地 超脱大道的味道 他全身晶体神光 每一粒都在不停地演化 诸天万界 在修行的过程中 他的本身实力越来越巩固 越来越强横 突然一道极其强横的宝光 冲到鸿蒙殿天穷之上 许多灰暗的阵图之上 立刻 一些原本无法催动的阵图 都开始运转了起来 鸿蒙殿的许多功能再次开启了 十二万九千六百座阵图 代表着鸿蒙殿的终极阵法 全部都催动起来 可以抵挡先王的攻击 造化神器的一击 当年鸿蒙道人催动着殿堂 十足圣王的造化神器 大幅都斩不动 连大武周天阵都演化出来了 鸿蒙殿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横 我承道的希望会越来越大 玲珑先尊看着 方寒催动一个又一个的阵图 目光盯住了最新催动的一尊 最大的阵图上 阵图是一个椭圆形 椭圆形的中央 寻星璀璨 一尊星途舞者的虚影 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不停地演绎着各种舞蹈 周天都在他的拳脚之下运转起来 这就是暂时鸿蒙殿之中 最为强横的一座阵图 天军之下能够催动的极限 大武周天阵 在星途之中的武学巨匠 拳脚每一招都运转周天 所有在鸿蒙殿中修行的弟子 都立刻赶到自己的神念和拳脚配合 身去都有一种热血沸腾的味道 体内居然凝聚出了一枚武道核心种子来 那是鸿蒙神拳 星途中的武学巨匠是鸿蒙道人的武道意念 凝聚成的一座战神 演化的是鸿蒙神拳 一旦显现出来 现在所有的弟子看到这尊武学巨匠 都等于是亲自得到了鸿蒙道人 在亲自传授拳法 任何一个弟子武道意念都增长了千百倍 他们的身躯更是强横无比 现在纪元门的每一个弟子 身躯的强横程度 修为境界 都完全超越了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 就算是一尊尊的金线 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发挥出十多倍的战力了 而自身法则不会断裂的 阵途开启的越多 每一个弟子得到的加持就更大 鸿蒙殿中的人得到的好处就会更多 他们的修为也会更加精进的 从而开启更多的阵途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当然 好处最大的是玲珑 它是鸿蒙殿的主人 阵途每开启一部分 它的修为对于大道的领悟就增加一部分 而且对于鸿蒙殿的控制权就多了一部分 它是鸿蒙盗人的正宗传人 鸿蒙殿是它的至宝 哪怕方寒以后把所有阵途都开启了 这鸿蒙殿依旧是属于它的 不过方寒自然不会做出夺取鸿蒙殿的事情 玲珑和他两个人在世俗中经历了生死大劫 都是处于一种绝对的信任状态 心心相印 方寒开启了大五周天神阵 阵途中的武道巨匠就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 他盘膝端坐下来 一遍遍地在神念中勾勒出鸿蒙神拳来 每勾勒一次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渗透进他的身躯中 不知不觉间黑发飘扬实力猛烈提升了 在这个时候 在真理圣帝殿堂中的许多古皇就看到 在天君后部榜名单上 玲珑的名字在不停地跳跃着 居然有赶超第一名华天都的趋势 倒是方寒一直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方寒闭目 参悟整个鸿蒙殿的结构 整个鸿蒙殿的构思十分宏大 浩瀚 条条天道地融入其中 他的身躯中每一枚晶体神国 立刻多出了一股鸿蒙之气 在凝聚成鸿蒙殿的样子 似乎是在复制整个鸿蒙殿一样 这种修炼简直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玲珑都感觉匪夷所思 方寒独创的机缘之道 许多文明使生命如梦幻泡影 人生无常 生死幻灭微臣都在其中 博大精深 如果是往深处推算 玲珑都觉得 几乎是超越了鸿蒙道人独创的 鸿蒙天道 第2258集 杀伤力好大 说起鸿蒙天道 方寒倒是想起了天皇境的 转世风瑶光来 本来风瑶光也在鸿蒙殿中 修炼的 但是风白雨厉害 他也就跟着离开了 不知道到达哪里去修行了 玲珑先尊说过 风瑶光在鸿蒙殿修行的时候 已经把风白雨手里的天皇境 和自身身躯融合 彻彻底底恢复了天皇境 当时全盛时候的能力 洞察周天 不过方寒现在却不推算 这些故人的下落 一心一意推算鸿蒙殿的结构 然后融入自己的机缘之道中 他的身躯是意外横河 杀术一般的晶体神国构造而成的 现在每一枚晶体神国 都显现出了鸿蒙殿的影子 最后凝结出了真实的形体 就好像鸿蒙殿 微笑浓缩后的模型一样 机缘之道 对于力量上的需要并不是很大了 现在就是参悟提升静静 而鸿蒙殿就是一个最好的参悟对象 像当年鸿蒙道人在永生之门前面 参悟了九万年 创造出鸿蒙天道来 然后再创造出这鸿蒙殿 缔造了最深处的鸿蒙之门 方寒现在 机缘之道也是以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为核心的 参悟鸿蒙殿能够深刻地了解永生之门的奥秘 渐渐在参悟的过程中 方寒几乎是把所有的镇图都烙印在身躯之中 就算是那些催动不了的镇图 他也可以凭借机缘之道强行记忆下来 然后慢慢推算参悟玄妙 这鸿蒙殿中的镇图 对于他晋升天军之道 境界提升大有弊异 到达最后 方寒参悟渐渐地就发现了 在鸿蒙殿的最核心深处 的确是存在了一座门户 不停地喷吐出鸿蒙之气来 让整个大殿更为坚固 这就是鸿蒙之门 在鸿蒙之门的两边 方寒甚至可以看到 两行金石鸣门 带着天地初开的气息 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个纪元 道本无名 强之名以为道 神本无相 借假象以修真 两行对联 倒进了一切仙道之事 蕴含无比深邃的道理 方寒看到这两行对联 顿时身躯中的 纪元神阵运转 加速了千百倍 在纪元神阵 最核心的深处 演化出来了 那座永生之门 也再次发生变化 清晰了许多 似乎有丝丝的永生之气 从那虚影中传递出来 令得方寒就想 立刻冲击天军的境界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必须要忍耐 要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够冲击 而且传闻中 渡过天军大劫积蓄不够 会极度虚弱的 被人有机可衬 在许多纪元中 有精彩绝艳的人 渡过了天军大劫 成为天军的 但是元气大伤 还没有恢复过来 就被另外的天军抓住 敛化成了圣品仙器 一身修为烟消云散 进入丹界 得到沉睡的造化神丹 那个时候 就可以真正冲击天军之道 而且没有半点虚弱气 方寒现在有把握 冲击天军之道 不过在强敌灵力下 还是要谨慎的好 他一边参悟 以免神念渗透过鸿蒙殿 看向外面的景物 许许多多的虚空乱流 纷纷过去了 甚至有一些扭曲的时空 还有一些古老的 天冈煞气组成的海洋 其中有一些天冈煞气 凝聚成了可怕的刚寿 实力堪比古皇 而且成群结队 天界的虚空中 无边无际 天军也不能够探索 更别说是天军之下的存在 天军之下的存在 对于天界来说就是蝼蚁 井底之外 一辈子都只能够守着一个小地方 不能够见识到外面的市民 看 前面是天地极光带 突然间 一道浩瀚的天河阻挡在鸿蒙殿的前面 这道天河不知道渗透进了多少层的时空中 再大法力的人 在这道天河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 这是天地极光带 海天辟迪的天冈之气凝聚而成 威力极强 就算是天军陷入其中也难以脱身 在那极光带之中 更是生长了一些天生的刚寿 不过我们一仗鸿蒙殿完全可以穿透过去 这极光带后面就是丹界的真正入口 只有天军级别的高手才能够穿梭极光带 这是天然的屏障 方寒看到这极光带就知道 这里离上古丹界不远 鸿蒙殿在他的催动下连番闪烁 闯入极光带中 立刻就感觉四面全部都是波涛汹涌的极光 这些极光粘稠沉重 带着无与伦比的杀伤力 撞击间鸿蒙殿都有一些微微的动摇 外面咔嚓咔嚓的声音响彻不停 似乎就要破裂 让许多弟子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杀伤力好大啊 方寒也存心实验一下这极光带海洋中的威力 大手一抓 伸出鸿蒙殿之外 抓住了一团极光劲 在手掌之上流转 发现带着无与伦比的腐蚀能力 甚至可以腐蚀王品仙器 古皇进入其中 过一会儿就要融化了 他的眼神洞穿了出去 居然看不透这极光带到底有多深 一条无比巨大的凶兽 从极光带深处游溢了出来 这条熊兽长达亿万里 稍微一动就使得极光带中波涛汹涌 方寒看出来了 力量几乎是堪比天主 形状古怪 在极光带中吞吐着 不过智慧不高 看到了鸿蒙殿 立刻张开大口 要把这殿堂给推下去 纪元神阵 疯 方寒弹指间 一座大阵在鸿蒙殿之外 直接张开 反而把这巨兽给封印了进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哀鸣 这巨兽就被缩小 封印在一块巴掌大小的水晶石中 进入了鸿蒙殿 落入方寒的手掌上 第2259集 造化神丹 这水晶石中 那巨兽的气息几乎是和 翡翠天主 元晶天主 不分上下 而且力量纯粹 好东西 这是罗侯巨兽 极光带之中才产生的存在 只有天君才能够收取 想不到方寒你居然能够直接封印 这头巨兽可以封印进入法宝之中 使得法宝品质 一跃提升无数个等级 一件普通的法器融入了其中 都可以成为网品仙器 网者之兵 玲珑看着说 极光带中本就危险无比 是属于天界的绝地之一 汹涌的极光狂巢 可以直接融化古皇 而其中的刚寿更是厉害 相当于古皇之上的天主修为 凭借天生的地利优势 除非是天主级别的无上境界 可以降服他们之外 任何人想要抓住他们 只有一个死字 天界绝地各式各样 非常凶险 不知道多少不知好歹的人 网送了性命 如果没有鸿蒙殿 纪元门整个一门的人 恐怕活不出来几个 当然了 方寒现在的修为 已经无限接近了天军的境界了 施展出三百倍战力 甚至攻击力相当于天军了 他的纪元神阵 刚才又有精进 直接封印住天主 不耗费吹灰之力 更何况 他还配合上了 鸿蒙殿的力量 接下来 鸿蒙殿在无穷无限的 极光带海洋中遨游 行驶相单界 而方寒就当作是 闲暇时候的修炼 不停地运转 纪元神阵 在极光海洋之中 击杀封印庞大的钢兽 然后随手就扔给 归下纪元门的长老 封印在自己的兵器 法宝之中 光芒闪烁 一件件的 王品仙器诞生了 在极光带的海洋中 犹豫着庞大的钢兽 十分制度 被方寒随手封印 让他穿梭到达 极光带的边缘 就直接诞生了 上百件的王品仙器 纪元门的一些核心人物 如羽皇 七大天地同寿的皇宠 还有另外投靠的 一些无畅大教教主 此时此刻 全身都是王品仙器 清一色的铠甲 戒指 兵器 甚至靴子 都是王品仙器 每一个人的战斗力 都在暴涨 方寒信心满满 等自己进入单界 修成天军 自己开创的纪元门 诸多高手凝聚在一起 就会和天庭 分庭抗礼 成为天庭的四大势力 和天庭真理胜地 起源王朝相媲美 其实现在 纪元门中的 诸多高手的实力 已经不在天庭之下 甚至还有超出 但是一个门派 真正看核心作战者 还是要看无上天军的 一个没有天军的门派 再强横 也是豆腐渣 随时都可能处于 灭亡的边缘 终于出了这极光带 你们看 轰隆隆的行驶中 突然 在鸿蒙殿中的众人 就看到前面亮光 一下子消失了 随后从外面 传递进来一股药香的味道 居然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卫面 这个卫面 世界宽广 到处都是粗大的古树 一片连接了一片 这些古树 这些古树弥漫在空中 枝叶把整个 卫面都封锁了起来 方寒一眼就看破了 这些古树 卫面的深处 松立着一座 古老的门户 正是上古 单界门户的入口 不过那些古树 每一树都深深地 扎进虚空中 枝叶不知道有多长 每一条枝叶 都是一条神边 可以隔空 抽爆皇城 玲珑看着这些古树 心有余悸道 这些都是梭楼古树 上古战神之树 杀伤力极其强横 是被上古单界之主 栽种在单界的入口 形成了一个卫面 这些梭楼古树 经过了亿万年的 单界元气孕育 虽然不能够和天军媲美 但是组合起来 足可以抗拒天军的入侵 曾经湛王天军 木野荒来到这里 都被困住了 施展出裁决 七世合一的 惊天动地神通 才脱离这里 可惜没有打开单界大门 丁瓦 你飞升进入天界 虽然一直在 鸿蒙殿中修行 但是天界典故 却知道的不少 方寒驱使鸿蒙殿 停留在这个卫面之外 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观察着 栽种了沙罗古树 这个卫面 似乎是在揣摩 怎么进入其中 突然 他大手一抓 幻化出了一只只 足有中州古城 那么大小的手掌 对着这卫面 抓了过去 手掌刚刚渗透进卫面中 立刻杀气爆起 沸腾万古 里面无边无际的 沙罗古树之夜 突然飞下来 对着手掌 进行不停地抽打 无穷无尽的攻击 简直相当于是天军 抽打了方寒手掌 爆炸 化为了最为纯粹的元气 果然是连天军 都要忌惮的卫面 收回了自己的元气 方寒暗暗心惊 手上一团绿光流转 强大的杀伤力 从其中释放出来 这是沙罗古树的杀气 刚刚抽爆的手掌 是他的元气幻化 不是他的本尊身躯 不过这也看出来了 卫面中的沙罗古树 杀伤力的确强横 已经到达了天军 都忌惮的程度了 越强越好 越强的话 善古丹界 就越可以作为 我们的道场 方寒脸上显现出微笑 在玉团绿光 飞入手上的一枚钥匙中 顿时就被降服了 乖乖散去了 这善古丹界支持 果然是非同凡响 我掌握了这枚钥匙 就是丹界的传承者 沙罗古树都不会进过我的 进入丹界中 一如反掌 原来方寒刚才那一掌 是试探一下 同时抓来 沙罗古树的杀气 看看受不受 丹界支持的克制 他行事从来不会鲁莽 而是先投石问路 万无一失了 再做打算 以他现在的道行计算 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第2260级 上古丹界之池 还好 这刹那之药 果然可以克制 丹界的种种境法 咱们现在就进入其中吧 等你真正地掌握了丹界 打开丹界门户 外面卫面之中的 缩楼鼓树 会越来越厉害 配合上鸿蒙殿 更是不用多说 玲珑先尊也有一些期待 走 进入其中 方寒一口元气喷射出去 顿时掌中的刹那之池 光芒大放 居然把整个鸿蒙殿 都包裹起来 冲入了这片 沙罗古树的外面中去了 果然 有了刹那之池的保护 方寒当然没有再受到 任何攻击 就这样顺利冲入了 外面深处 来到那座巨大 古老 上面藤蔓缠绕的 丹界门户前面 丹界门户是实质的颜色 天然的 没有一点人工开凿的痕迹 似乎是自然形成 上面的棱角并不规则 岁月在上面 遗留下斑驳的气息 在石门上 一道道的封印 散发出了 可以毁灭诸天的气息 是上古丹界之主 用生命封印的气息 就算是天军攻打 都要遭遇到反击重伤的 自古以来 打上古丹界宝贝主义的天军 可不在少数啊 甚至雷帝永恒 混沌灾难 杀戮这些天军 也打过主义 但都无功而返 只要寻找到丹界之池 才能够进入其中 方寒一降落到门户前面 就看到门户之上的 一个钥匙孔 和那刹那之池正好相对 一旦把钥匙插入其中 尘封在历史中很久的丹界 就要打开 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常常吸了口气 方寒的心情平静下来 一打开上古丹界之门 就意味着 他晋升天军的时候 就要到了 荣耀诸天万界的时刻 即将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灵却越来越冷静 似乎是看到了 在天界的深处 甚至更高的一个世界中 存在的永生之门 他的手一晃 手中刹那之时 插入丹界之门的 钥匙孔中 光芒流转 所有的声音都寂静下来 整个外面时空 失去了色彩 片刻之后 丹界的门户轰隆隆震动 外面的所有沙楼古术 都开始沸腾了 似乎是在欢呼雀跃 在狂喜 又似乎是在歇斯底里的狂叫 一丝缝隙被打开了 顿时 浩浩荡荡的丹气冲刷出来 鸿蒙殿 都好像是一尊 洪流中的礁石一般 被撞击得砰砰作响 就要被丹气巨浪撕裂得粉碎 丹气冲入那沙罗古树中 所有的古树再次生长 更多的古树 都从其中冒了出来 丹界大门周围的 卫面法力越来越强横 但是 拥有丹界之池的方寒 却感觉一股来自丹界的意念 开始渗透进入身体 体内纪元神阵中的 丹道文明史篇章膨胀起来 他此时此刻就好像是在接受传承 终于 丹界之门全部打开了 钥匙飞了出来 重新落入方寒手里 谁也无法夺走 这枚钥匙被他用小宿命术洗刷 斩断了命运 就算是丹界之主也恐怕无法收回去了 凭借着丹界之池 他就是真正得到了丹界的传承 丹界之门打开 就看到了一面浩瀚广阔的天地 天空千百轮巨大烈日 每一轮烈日不是真正的太阳 而是一枚枚强大的丹药 除此之外 方还看到丹界中许多高大的山峰 长长的河流 海洋都是丹气所化的 甚至还有一尊尊巨大无比 好像八部浮屠一般的宝塔 这些宝塔都是丹药所化的 王品仙丹 圣品仙丹几乎遍地都是 在丹界之中 就像泥沙一般的存在 方寒甚至看到天空中 许许多多的明月烈日 那些丹药的力量都不在天主之下 有的甚至能够和玲珑媲美 不过在上古时代 没有丝毫生机的气息 那些丹药全部都失去了灵性意志 似乎是在上古时代 有一种力量突然轰击进来 把所有的丹药全部杀死了 现在所有的丹药剩下的 只是最为纯粹的药性 远处是 方寒这个手 眼神看向丹界的最深处 首先映入自己眼帘的 是一尊大不可量的宝塔 那宝塔呈现出玄黄之色 无数的金灯阴落 滑盖被绕 在那宝塔的顶上 端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身躯高大 天神下凡一般 一股股天君的气息散发出来 使得人膜拜 这是造化神丹所化的天君 突然从丹界外面 强大的天君气息冲了进来 居然是由天君 趁着方寒打开丹界 也要冲进了分一杯羹 甚至是杀死方寒 占据丹界 终于来了 这也是最大的考验 感受到强大天君的气息 从外界轰击过来 冲入沙罗古树的位面 方寒知道 自己最大的考验来了 这片天地到处爆炸 方寒看到了一尊强横的天君 正是那皇府彼岸 就要冲入丹界中 正在位面中 和那些沙罗古树战斗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尊天君 十分的年轻 双手空空 没有任何的兵器 不过在他的头顶上 出现了才觉之真谛 似乎天地之间的主宰一般 洪荒古老的气息 从他身躯中显现出来 这个人 就是牧野家族的牧野荒 湛王天君 创造出了主宰圣法 才觉其事的无上神通无学 天界最后一个晋升的天君 自从他之后 天界就没有人晋升为天君了 除此之外 还要一尊天君 身材高大 全部都是次卿 居然是蛮族的苗梨天君 曾经围攻天庭 弹指尖要击杀方寒的 蛮族天君 除此之外 凤孩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棺材 突然闯入沙罗古树的位面 对着丹界之门汹涌而来 而一些沙罗古树 全部都崩溃了 棺材 好像是沙罗古树的克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